大家好 我是新旭网徐医生 新房颤洞简称房颤 就是新房出现了很多造反的地方 司令官的统领作用没有了 导致新房自己跳得特别的欢快 每分钟可以跳到350到600次 也就是说不到0.17秒新房就跳一次 这种情况下新房根本来不及完成一个正常的收缩活动 只能是颤抖了 那么哪些原因会引起房颤呢 引起房颤的原因是很多的 最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年龄 80岁以上的10%有房颤 60岁以上的人群5%有房颤 年轻人发生房颤多数与基因遗传等相关 其次是心脏疾病 包括心脏半膜病 高血压 心力衰竭 冠心病等等 也是容易病发房颤发生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包括假抗肺部的一些疾病 肥胖的人群 糖尿病的患者 慢性肾病的患者 还有吸烟 大量饮酒 那么房颤有哪些危害呢 一发生房颤时患者会感到不舒服 有心慌 胸闷 头昏 乏力 多尿 等不适 也有可能会引起血压的下降 徐医生遇到一位患者 某天早上测量血压很低 9060毫米拱住 有轻微的胸闷不舒服 但是没有心慌 来院检查就提示是房颤 后来房颤纠正以后 血压就正常了 也有一部分患者没有任何的症状 有一位患者是在体检时 心电图发现房颤的 当时的心率达到了140几次每分钟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 第二 中风 部分房颤患者由于心房失去了有效的收缩 血液淤质 容易在心房的耳部形成血栓 当血栓脱落以后 栓子就会随着血流到了脑动脉血管 就会导致脑动脉的必塞 引起急性脑梗死 出现湿雨 偏瘫 甚至危及生命 栓子也可以流到肢体动脉的血管 肾动脉 肠性膜上动脉等等 引起相应部位的栓塞 那么比较少见 因此对于高风险的人群 我们需要积极的抗瘾治疗 来预防血栓事件的发生 三 诱发心衰 当防颤发作时 因为失去了正常的收缩功能 导致了左心时的充盈 减少了30% 所以可以诱发急性衰的发作 表现为胸闷气短等症状 那么防颤如何预防 要从哪几方面做起呢 首先是防止甲状腺疾病 研究发现 甲抗是可以诱发防颤的 这时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治疗甲抗 随着甲状腺功能正常好转 防颤也会好转 其次就是要防治动脉中药硬化疾病 比如冠心病 脑梗等 研究表明 动脉中药硬化程度越低 防颤发生的几率也是越低的 因此降低胆固醇水平 适当的运动 低盐低脂饮食 都是可以减少防颤发生的几率的 第三 防治高血压 高血压会导致心房的增大 心房里面压力升高 还会导致心肌的肥厚 心脏舒张功能的降低 从而引发防颤的发生 因此控制好血压 也能够减少防颤的发生 第四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避免吸烟 过度的饮酒 过度的饮浓茶 咖啡等等 大量的酗酒可以导致心肌的纤维化 发生防颤 兴奋性的饮料摄入也可以增加心脏的兴奋性 从而诱发防颤的发生 此外 劳累 情绪激动 也可以诱发防颤的发作 应该尽量的注意避免 管理情绪和身体压力 对于防颤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 第五 选用普利或者沙坦类的药物 如果防颤的患者合并有高血压 冠心病 心力衰竭等疾病 建议治疗疾病时 优先选择普利类或者沙坦类的药物 有研究证实 这些药物是可以减少防颤发生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减少防颤发生的作用 第六 药物 安典酮 也就是可达龙 安典酮这个药物可以作为转负防颤的药物 小剂量长期服用可以预防防颤的发作 但是应该注意 甲抗的患者和心率很慢的患者是不易使用的 服用这类药物也需要定期复查 甲状腺功能 心电图和胸片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关注健康 关注心血管徐医生 咱们下期再会